1、2、1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与台北市议员陈兵甫 在大街上踢鞋子玩得不亦乐乎 这是四平双春推出的踢鞋竞赛 邀请市民朋友角逐宝座赠奖金 8月11号到9月2号双春推出想拜就拜购物节 参加扭蛋抽奖就可以获得买一送二 买二送一 消费折滴等好康优惠 帮民众的钱面额变大了 四平街这个地方我以前当 还没有当议员之前在这附近的律师事务所上班 一定要来四平街买上班族女生的衣服 对不对 这里是我们上班族最好的朋友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 在这里找到所有的东西 从包包 配件 然后套装 然后可能休闲服 女生只要来这边逛一圈 这个一整年的衣服都可以买好 所以我以前就在好像对面上班 所以四平街对我来说非常的熟悉 那这几年因为变迁的关系 我们这边还是属于所谓的上班族最多的地方 但是我们这里有非常多的除了刚刚讲的服饰 其实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 里面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所以四平土地区也是台北市很早就有的一个山圈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现在暑假赶快来办一些振兴的活动 那也希望他们刚刚看到那么多的折价券 所以折价就是来这边来四平就会有好康 那最重要的是四平商圈是带给台北市 刚刚讲的女性朋友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很多人很多年轻的女生都不记得在这里 但是我们要强调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你所有的需要 所以以前我们好像叫女人街 以前我记得是摆地毯比较多 然后后来就开始全部都是店家 所以这边变成一个 形塑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商圈 那么也希望说在一个都会里面 有这样一个商圈其实是非常贵的 所以想请欢迎所有的女性朋友 还有亲子大大小小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其实都可以到我们四平商圈来 来这边好吃好逛好买 早年因为这个商业地区 那我们这边是最多上班主要来逛的地方 但是由于整个消费形态的转变 包括许多电商的发展 其实我们四平商圈前面几年 有碰到一些很严重的一个转型的困扰 那还好有台北市商业处的辅导 加上我们商圈 大家自己共同发想 慢慢慢慢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我相信这也会变成 我们未来台北市所有商圈的一个范例 因为这个小商圈毕竟是一个非常小 但是麻雀薛桥的五丈俱全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商圈 需要大家共同来支持也需要拜托大家来帮忙多多宣传 非常感谢说我们商业处人 对我们商圈的帮助 大家都知道呢 因为最近的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商店街的生意都不太理想了 但是还好我们四平商圈就是 我们附近有许多的上班主 就是我们基本消费的扣群 加上我们商业处台北市政府的帮忙呢 一直以来还算OK啦 希望各位媒体朋友 常常到四平商圈来走走 那里面到底会有什么呢 等一下 从哪里出来 四平商圈有许多女性异物饰品 之前就曾办理国际女人节 宠爱女人节活动 今年一样推出多样优惠 同时推荐大众都爱的美食小吃 展现在地活力 我们四平商圈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每年都有一些促销的活动 尤其对上班主的部分呢 我们每年会推出一个购物计 然后在这个购物计里面 我们每个店家的配合呢 都有来打折 然后征送购物券 所以就是针对说我们每年一次的这个 每年的购物计来做设计 像今年我们有设计了一些 激励 上班族的一些激励的话 平时我们都会把它摆在 那个我们四平街的徒步区里面 各位顾客来这里的话 可以跟他拍照 抒发一些自己的心情 不要太屋子这样子 购物节的由来是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在 在办这样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马起名为想掰就掰 就是每年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间 七八九月的时间来举办 所以我们是就是针对这段时间 我们商家也来做促销这样子 另外商圈还摆设许多职场金具看板 将辉谐厌世的语录表示出来 唤起上班族的认同感 并让游客留下新奇印象 凡是与京剧拍照打卡上传标记者 也可以抽四瓶享乐券 欢迎上商圈粉丝页查询 四瓶阳光商圈 山小白 第二个问题台北报道 文切尉 点赞估计 应不要